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呢 我先跟你分享一则新闻好了 余文乐呢 自从他容生成为这个爸爸过后呢 他一切都是把这个家庭放在第一位的 而且呢 容生了爸爸过后呢 他非常的爱家耶 那我们可以看到照片当中呢 就是他的老婆Sara了 Sara呢 23号是生日嘛 然后余文乐呢 有工作在身 所以是没有办法呢 在这个正日陪伴他老婆的 可是他就为老婆呢 准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生日蛋糕 刚刚照片你看到吗 其实余文乐呢 有把他post在自己的IG上面了 那个蛋糕呢 就看到有美人鱼在中间 然后呢 旁边有这个卡通啊 这个特工人员啊 所以那个感觉呢 很梦幻 然后很美好 那当然他就有说到啦 他对于他老婆的一个感言 他说 你的生日 我会在飞机上 先跟你说 生日快乐 希望呢 你会喜欢提前为你庆祝的生日 Happy 30 那他的老婆的生日呢 其实余文乐呢 也很细心啦 就请了老婆的好朋友呢 一起来提前为他庆生的 那当然呢 我想准备蛋糕之余呢 应该也准备了一些贴心的礼物吧 只不过他就没有公开跟大家分享啦 可是我觉得呢 这依然是一个非常sweet的一个举动 而且呢 这也是Sara嫁了给余文乐过后呢 第一次一起呢 庆祝以不一样的身份 就是太太跟老公之间的身份呢 一起庆祝的生日 哇 真的 想到都觉得又梦幻 然后又甜美啦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演唱会到底是谁呢 这样的人潮 这样的尖叫声 这一次又是哪一位韩国男团来马开唱呢 嘿嘿 没错 就是韩国小鲜肉男团Seventeen Seventeen在昨天下午 举行了2018 Ideal Cut演唱会 时隔一年 再度来马开唱的奥帕阿们 在台上各展魅力 性感 帅气 可爱 统统来 惹得现场的粉丝尖叫声不断 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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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彪 香港 solic increasing 动階身 说声要声 Monster seiner 음 当晚 除了有劲歌热舞 在演唱会尾声时 成员们还不忘了 一一地向现场的粉丝道谢 感谢他们一路以来的支持 而中国成员也借此 祝粉丝们中秋节快乐 不过话说回来 Seventeen的主场 又怎么能少了这一首 属于小鲜肉们的歌呢 Zither Harp Seventeen真的很帅气 我的眼睛我的目光离不开那个荧幕 因为真的看到他们跳起来唱起来 整个心好像都献给他们了 OK那当然我的整颗心 昨天其实也献出去了 给我们八度空间的嘉年华 因为我觉得好难得 就是有这个八度空间的嘉年华 也非常感谢公司了 才让我们可以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聚在一起 其实昨天从九点钟 我们就已经在那边了 就是为大家准备了一连串 很精彩的节目 那我啊 剑锋啊 还有威尔呢 一大早我们就有担任这个评审嘛 就是为儿童的才艺表演当评审的 然后小朋友们呢 真的好厉害 他们完全是不害怕舞台的 然后在台上呢 就载个载舞啊 Rap也有啊 四五岁哦 就已经可以唱唱跳跳了 然后我也觉得非常的庆幸了 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么活泼的一面 然后甚至呢有的是从早上呢就十点钟啊 一直逗留到晚上的十点钟的 因为到晚上了呢 他们还走来后台跟我说 小玉姐姐拜拜 哇 那颗心已经是融化了 不过最让我感动 而且还想流泪的呢 就是可以跟全场的朋友 一起提灯笼 一起拍照 感受呢 美好的中秋节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的八度空间嘉年华 终于等到了 等到五年终于回来了 我们的这一个八度空间嘉年华 是 每年都很开心呢 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敬中秋节 今天我们在这个八度空间嘉年华里面呢 玩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呢 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一连串的活动 包括很多歌手啦 有红人啦 然后也有一些主持人演员都会在现场 跟大家分享的 是 因为呢 我们也有让大家很多参与性啊 上台来玩游戏啊 拿奖品啊 还让他们知道呢 八度空间紧接下来的节目 还有电视剧 对 而且呢 最重要是大家每个人来到这里的人呢 都能够满载而归 那最重要的还是团团圆圆 因为中秋节最重要是一家大小聚在一起啦 然后还有提灯笼 是 我已经很久没有提灯笼 跟大家一起游行了 所以非常非常期待 月亮照在我的家 没有存下秋风的家 流传千年 是 我们现在呢 现在进行就是这个灯笼的游行了 然后呢 大家想问一下的是 距离上次灯笼游行有几万年前的事 其实我觉得游行是很难的一个活动啦 对 那以前呢 就是说在一些甘笼的地方啊 就跟一些村民一起这样子 灯笼游行 但是长大之后就没有这种机会 尤其你在城市 我已经十多年没有提灯笼了 是 所以我们都是非常珍惜这些画面 所以也希望说我们最好就是 每一年都有这种机会 能够跟大家一起提灯笼游行 祝大家 中秋节快乐 在这里呢 也是真心诚意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夜圆人团圆 贪不腻 8864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不由沈丽伟生 我是水灵 萧丽伶 今天就是中秋节 我要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 幸福美满 被大众公认为采俊美女配的 小美 贵伦美 余代丽忍 相恋了十四个年头 却一直都没有结婚的冲动 近日有传 两人已经分手 虽然小美并没有对传言做出回应 但是对感情势 知智不提 难道真的已经分手了吗 刚刚提到这么多趁早 有没有打算趁早把婚结 大家都好关心这个话题 如果真的有 我想大家不会不知道的 最近感情如何 因为都已经十二年了 你们还有帮我计算时间吗 平凡就好 对 谢谢大家 我蛮喜欢我自己现在的生活 但今年都在拍戏 对 都在角色里 近年忙于工作的小美 与家人很少见面 更别说是男友了 而且她最近更进居幕后 担任监制一职 的确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脑袋 对 那个演员非常感性 而坚持要稍微理性一点 然后但是其实这次做这个职位 是觉得台湾有很多 很年轻的电影工作者 那是不是能有更多的机会 让他们玩一玩 有一个小短片 大家可以一起来做集体的创作 大概是一个比较理想性的初衷 当被问到 是否有当导演的念头 小美表示想继续享受当演员的乐趣 非常喜欢小美 因为她超有气质的 她的整个个性也非常突出 希望她幸福吧 好 那有一个Della的消息 是真的让全场都吓到了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因为Della她在上海 参加世界音乐节的时候 她就在台上唱歌 唱一样的月光 唱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位妇女冲上台 一瞬间这样子冲上台 真的把现场的每一位歌迷都吓到了 不只吓到歌迷 吓到工作人员 就连在台上正在唱歌的Della 也被吓到了 突然间 因为突然间那妇女 她就是上台 抢走了Della手中的麦克风 然后拿那个麦克风说话 然后Della还以为说 是不是这个妇女在抗议呢 还是是什么呢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你就明白到底是什么事情了 因为我也真的是吓到 如果发生这些突如其来的事情的话 我现在才知道刚刚怎么回事 我们这位小姐的小盆 她的孩子走丢了 是吗 她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现场有一位小朋友走丢了 她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 已经找到了 非常好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叮当 真的是吓到了 因为你有看到吗 刚才那个妇女呢 她冲上台的时候呢 她是在喊 她说我的孩子在哪里 可是你这样子很突然的上去 尤其是人家很陶醉 在自己唱歌的当下呢 真的会吓到了 见惯大风大浪的Della呢 也真的是有被吓到了 所以本来呢 Della有说 她以为啊 就是附近的居民啊 在抗议 在投诉呢 她们啊 在唱歌的时候太大声了 就没有想到呢 原来是小孩给弄丢了 不过 那位妇女啊 就小朋友弄丢了 可能心情是很紧张吧 很乱 所以她才会冲上台 其实她也可以呢 就是 请求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帮忙啊 然后帮忙她找 然后他们可能可以先终止一下 然后报一个新闻 然后要求现场的朋友帮忙 不过还好就是呢 过后那个孩子找到了 也非常的 庆幸啦 因为所以呢 现场呢 Della也是有教大家 小心哦 要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哦 不要弄丢呢 你的东西 还有呢 身边的人要看紧了 因为很多时候呢 当我们去人潮汹涌的地方 演唱会啦 还是去一些嘉年华啦 一些公开的活动啦 往往呢 我们会被眼前的事物给吸引呢 而不小心 而忽略了我们的小朋友 所以这个呢大家要切记了 不是任何时候都这么幸运 可以找到自己的小朋友的 真的要很小心 那当然Della呢 也是非常贴心的啦 还有跟大家道歉 而且她还有说 哎呀 我唱歌还是小声一点好了 然后呢 网民们呢 都大赞Della的举动 是非常的专业的啊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有的是中华健 还有新小棋 正所谓一诗族 成千古恨 就像选唱歌曲 也得相当地小心 想当年周华健选唱新小棋 成名曲《领悟》时 出现失误 至今啊 还被大家当笑话 比如说我把那个领悟 不应该唱成那样子 当时我反正就被 我们的乐手老师笑 他说不自量力 你有唱新小棋的歌 那么简单 还是唱了 后来还是唱了 我很不要脸 其实这也算是生命中 其中有趣的回忆 周华健知道师妹兼好友 首度在台湾小巨蛋 举办演唱会 在新小棋练习时探班 更特意地送上礼物 但却不敢亲自送礼啊 而且是两颗 是怎样 好试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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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拿着好小信 好试诚说 我有拿着好小信 周华健是出了名的旺词王 但是没想到 他健忘到 连帮过新小棋写歌 也给旺了 其实华健以前 还帮我写过歌 对 你记得吗 我记得 你实在是 我想看那首歌叫 我词都记不住 等一下 等一下 那首歌叫做 我在你怀里哭 你并不知道 好像是 对 六千多天之前 没错 是这样子 老有事就 自然会议当年 两人更聊起了二三十年前的旧事 其实当年九年年代 因为是 所谓日子好了 或者说是那个 唱片销量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都是被赶着跑的 没有办法去享受它 其实应该是可以去享受这份工作的 那现在该是时候了 可惜两人并没有一起合唱的机会 如果当时合唱了 想必两人现在回忆起旧事 会更加的多 好好热 喵喵喵 青春鸟 飞去了 本人世界伏风流浪力要 群响叫 喵喵喵喵 快到山中藏 爱恨的白白滋味 随风鸟 为了庆祝出道25周年 莫文蔚马不停蹄地到许多地方演唱 近日的北京站 Karen就大战美腿 以一身仙女的造型登场 让现场的气氛高涨 愿我还是说你爱跟爱上 每次微笑的是一丝力量 让自己拥抱 让自己在前面大量 让人生开心浮华 花开车浪博 要起身人生气的 气氛满满江河 演唱会的前一天 是Karen妈妈的79岁生日 而孝顺的她就特意地安排了 妈妈到北京与她一起庆祝 Karen更安排了让妈妈上台 感受与四万名歌迷庆祝的气氛 为妈妈送上惊喜 那当然我们所有人都就是保守秘密 就是没有跟她说 会有这个惊喜这个环节 给她庆祝生日 所以我们到就是oncle的时候 就请她先回后台 就是说因为要 差不多结束了 要快走了 你先就是要上车这样子等 然后到我们开始就说 爱请妈妈上台 她是完全不知道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 应该是我能给她一个 最独一无二的一个礼物吧 因为我希望她可以感受 我每次在舞台上面 能感受的那种兴奋 那种嗨 那种观众给我的 那种爱 我希望她也可以站在舞台感受 就是三万多四万人 给她唱生日快乐 唱生日歌这样的那种感动 Karen更透露 已登记在红馆开唱的档期 相信很快就能够到香港 与歌迷见面了 孟文卫 真的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 自从我几年前跟她做了一个专访过后 我真的就对她念念不忘了 她的大把声音 她的个性 她的整个外形 每一样 我觉得都是很特别的 所以只要我身边有些朋友 就是留长发 然后有这个波浪的威卷 我都觉得说 哇 很墨文味 就是很有那个女性独有的魅力 所以你倒不如可以试试看 留下长发 然后给她弄一个威卷 带出这个女人味的性感 OK那说到了这个性感的女人味呢 那其实除了墨文味之外呢 昆琳 哇 也是一个很代表性的人物 当然呢 昆琳呢 除了她有这个很魅力女性的一面 很性感 也有很活泼 很动感 所以我觉得呢 她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造型呢 可塑性呢 都是非常高的 而近期 只要你刷这个IG 就不难发现到说 很多的女艺人都前往米兰了 为什么呢 因为米兰那边呢 就有今年的Fashion Week啊 所以呢 在娱乐圈内呢 很Fashion的那些女星们呢 都前往呢 出席这些Fashion Show的 然后当中呢 少不了昆琳啦 那昆琳呢 就有代表一些品牌啊 出席啊 然后又拍到了 很多美美的照片呢 放上她的个人IG的 那在我们刷一刷那个照片当中 看到了什么呢 就看到了她放这个小小周的照片耶 没错 就是她跟周杰伦的儿子小小周 看到了吗 就这两个人啊 就是昆琳呢 带着这个小小周呢 出现呢 就是在米兰那边 坐在个阶梯上的照片 然后这一张呢 就是大家怀疑啦 猜测啦 应该就是小小周 然后身边呢 有一个外国的小妹妹 所以呢 应该就是她的儿子的一个照片吧 因为一直以来呢 其实周杰伦也没有放过 这个小小周 一个正面的照片嘛 所以大家就一直在猜想 哎 到底周杰伦跟昆琳的这个结晶 她的样子是长什么样的呢 然后当昆琳呢 一把这个照片 po上了IG的时候呢 哇 你可以看到评论呢 超多的 大家一直不停地在讨论了 那当然 他也没有说是不是啦 只不过这是很难得 他po这个 因为他那边有写哦 他说 难得我们两个约会了 怎么把你一放下过 就去找妹妹呢 然后那个言词间呢 似乎有点吃醋哦 因为舍不得放下自己的孩子嘛 怎么知道 一把他放下去 去找别人玩了 可能真的是这个小小周的样子啦 而且大家也觉得很surprise 因为一般呢 如果周杰伦可能要放 自己孩子的照片 又不想太高调的话呢 可能他会mosac啊 还是放一些emoji一些图啊 这样子来遮挡着小朋友的样子的 可是这一次是没有哦 那我想呢 有了这么第一次呢 紧接下来 当他们放照片呢 应该会更高调了 应该会把小朋友的样子呢 给放出来了 所以大家呢 就敬请留意一下吧 而且每一次呢 昆琳的IG呢 周杰伦总会很甜蜜的留言哦 这些呢 都是闪瞎我们旁人啦 好啦 那今天是中秋节 希望呢大家月圆人团圆 每一天都开开心心 团聚最重要 送给大家的MV 有的是清风的歌 请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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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默默无语 各自获出惊喜 大自然的消息 藏着许多秘密 人们总和时期 失去感知能力 连简单的哭泣 都要逾越日记 用我的心 听你的心 未知的声音 在空气里 用你的心 听我的心 一直的过去 亮出了蜜 彼此的心 听尽了心 像只剩你 为个动力 花开漫遍地 是化造的家庭